行車記錄器畫面拍下轎車行駛在內線車道 準備要下交流道切換道外車道 沒想到前方貨車突然爆胎 輪胎皮飛噴 黑色碎片不斷往後狂噴 輪胎皮撞擊車頭轎車下傻即閃內車道 被胎皮砸中轎車車頭掉漆 讓車主廖小姐好心疼 事發在8月5號下午1點 國道3號南向423.3K 車主在社群平台發文 反問大家遇到這種狀況 到底能閃到哪裡去 噴出那麼多東西也不敢殺停 希望有人能提供他貨車的車牌 塗爆胎至胎皮飛噴 要你閃避不及撞擊掉漏胎皮製造室 不能傷亡 先知道螺絲怎樣的 然後他會先漏氣 駅壓不夠的時候 他承受不了重量的時候 他就爆了 警方調閱國道監視器追查貨車 通知車主道安說明 但行駛在國道遇到這種非噴障礙物 車子也不敢停 眼睜睜看著車子正面營 只能寄望國道警察幫忙找車 不然損失得自己負責 真的很倒楣 記得金獻忠 陳怡君評論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